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拍摄 我跟Leoni是一对Long Distant Couple 去年假期我们就相约在马来西亚,也就是我的家啦 然后我们两个就共度了一个美好的三十天 然后今年假期就轮到我飞去德国找他 飞了一万八千多公里过后,我终于见到Leoni 然后接下来三十天我就会好好享受,跟他在德国试过 今天是我在德国第七天,然后现在我们人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叫Hamburg 然后比起其他城市这里的天气特别恶劣,虽然我们去好不少景点 不过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打出相机啦 然后很快的就到我们在Hamburg的最后一天了啦 然后下午checkout酒店过后,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德国首都 也就是Berlin的火车 OK,现在我们来到Berlin这边了,然后我以为我们会在Berlin就是待长一点时间 结果其实我们只是在Berlin大概差不多两天半罢了 然后我们现在刚刚就check in了这个hotel 然后就是今天半天,明天一整天,然后后天我们就会踏火车回去Niski了啦 就是留年江那边 然后Berlin这边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看 所以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就开始去外面走走这样子啦 我现在就要看吃啦 我现在就要看吃啦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right? little disorder my sleeping quarters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nside It's not like a 100 either Drifting虽然很好玩,不过到最后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就是特别喜欢的东西 所以就什么都没有买 然后因为Berlin中心这边真的是太多人了 所以我们就随便吃了一个午餐过后就继续逛街啊,逛各种shopping mall 然后累了就坐到外面休息这样子 当我们谈到Berlin 有那么一栋建筑物绝对可以作为Berlin的代表 那就是Berlin的Dome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被建筑物跟雕刻经验到下巴掉下来的那种程度 真的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到极点 很难想像这是一栋一百多年前建出来的建筑物 然后站在这个Berlin的Dome的门口 真的可以感受到自己有多么渺小 然后这些建筑啊这些雕刻有多么震撼这样子 然后不只是我啦 刘尼作为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也是没有来过Berlin的Dome 不过可惜就是今天我们来吃了 就没有这个缘分进到里面去啦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家中国餐厅吃晚餐 看到刘尼越来越会吃辣 作为马来西亚人的我叻 看到还是很引以为要的 然后吃完过后我们就慢慢回去酒店了啦 可是我们好像有他们来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们看得到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想要走 只是消息 我会有一家美国家的态度 就能找到最后一家的路选用 我会把这个路选择 我喜欢大家聊天 Berlin 作为德国首都 自然就会成为很多人去德国旅行的第一个首选这样子的 所以这边真的是到处都是人潮 有些地方真的是水泄不同 就比如讲我们现在来到这个Berlin很出名的壁画 叫做兄弟之文啊 这边的人真的是超级多那种 然后这幅画背后的含义 除了象征着以前打仗时候那种的合作关系以外 还有很多那种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过这边我就不过多赘述了 然后我们就踏巴斯回去昨天的Berlin的洞 OK 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试试能够进去 一个人是10块钱欧元 来都来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进去看一下 如果讲昨天在Berlin的洞外面就已经足以震撼我 这样今天我们来到里面真的是让我完全不懂 要怎样去表达我当下的感受 要怎样去表达我当下的感受 我也突然间觉得自己不会拍video去 因为它真的是 大到整个完全你的那个相机的镜头是没有办法 capture 就是整个Berlin的洞里面的那个结构真的是 真的只有自己亲自来到 你才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建筑的那种 miracle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讲不出话 真的太太壮观了 然后 真的是太太夸张了 你还没有办法 参观完里面过后我们就跟着人群一路往上爬啦 然后爬着爬着我们就来到了Berlin的洞的顶部 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建筑 去看看这个 原路返回的时候外面刚好开始下雨啦 然后Leonnie就到我去到一家2D Cafe 我们就还没有喝下午茶顺便等雨停这样子啦 然后我们就去到下一个景点 也就是Berlin Dungeon 这整个流程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然后演员的演技啊全部都在线 场地布置范围那些也没有一个是在吃蛇的 所以这整个体验下来是 很不错啦 然后我们就去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 不过真的超级可惜 现在有一个 足球的一个活动那边 所以整个被封起来了 所以我们根本是走到前面 因为今天这个欧洲杯开始了 所以整个街上现在就是超级乱的 然后刚才我们就 as you know 我们去了这个 柏林 这个 Berlin Gate 然后全部都是足球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决定 搭在这边 搭在酒店 然后看戏 就这样子啦 然后现在我要来 帮我示范你们一个 一个我很喜欢的德国食物 是一个 这个 叫做Curry Wolfs W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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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基本上就是susage 然后锅上面有放这个辣椒酱 这样的感觉 死亡 好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